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钢本喜八导演 1966年上映的《大菩萨林》 1866年春,阴田门外之变 阿松跟着爷爷朝圣路过大菩萨林 再往前,就是下坡路了 傍晚就能入住客栈 三天后便搁到江湖 爷爷看着眼前的美景说 不着急赶路,我们就在这吃午饭吧 阿松答应着,拿着水桶便去找水 阿松刚走,爷爷便对着岭上的小神坛 前程祈祷 如果我这把老骨头离开这个世界 能换得阿松的幸福 请发发慈悲,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吧 爷爷话音未落,背后有个年轻声音响起 老家伙,你是朝圣者吗 爷爷回头看到,是个年轻武士 忙得回答 是是是,我和我孙女一起来的 武士冷冷地说,往前一点,面向西边 没等爷爷说出话来 便被武士一刀劈死 年轻武士收了刀 目光坚毅走下山去 半途遇到一个自称欺兵卫的外地人 又拔刀要杀 哪知这欺兵卫伸手脚剑 哀悠一手躲开了 武士见状,便未追击 收刀下山去了 阿松只离开一小会儿 没想到,爷爷就惨死在路边 一时间无法接受 抱着爷爷痛哭不已 欺兵卫路过 看到爷爷的伤口 料定是刚才的武士所为 到家门口的时候 剑道馆的武士慌忙跑出来 说要追一个打扮成贩子的小偷 年轻武士指住 不必了,他已经穿过大菩萨岭 现在都已经到甲州大陆上了 年轻武士叫龙之柱 是一家剑道馆的少主 多日前父亲就在劝 让文之成拥得鄙视 他只有赢了才能成为 原甲一刀流的继承人 你反正已经被边界师傅赶出来了 输了也不丢人 但文之成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场鄙视上 这牵扯到几个家族 龙之柱听着并不答话 父亲又一再追问 明天就要比试了 今早干什么去了 龙之柱说 到小路上散散心 父亲年老体弱 不再有威严 跟龙之柱说话 与其说是劝 不如说是求 父亲不停念叨 我看不明白你的见识 先是引诱对手 然后出其不意 残忍至极 好像他已经渗入到你的骨子里 我有时候都有些怕你 劝龙之柱输的人 不止龙之柱的父亲 文之成的妹妹阿斌 实际上就是文之成的妻子 也来恳请龙之柱 你们同在边界道馆学习 他一直说你比他强太多 他现在不能输 输了就会失去在原甲园的地位 这就意味着毁掉整个家族 龙之柱面无表情地说 输赢全看机会 在这世上 我只相信自己的见 阿斌不肯放弃 仍旧苦劝 说到激动时 甚至说龙之柱这么无情 简直不是人 龙之柱听得烦了告诉阿斌 剑客对剑术的真事 就如同女人真是自己的真结 你会放弃自己的真结吗 阿斌来到龙之柱家后院的末房 说龙之柱约了自己来这里谈事 庸人不好意思笑笑 啊是吗 真不明白少主 为什么要在这种脏的地方谈事 没一会儿龙之柱便来了 将庸人赶了出去 自己单独和阿斌谈 龙之柱答应阿斌的请求 放弃自己真实的建树 同样的 阿斌也需要放弃自己的真结 你对失去真结的男女 铺鼠约定 在肮脏的末房里签了合同 彼氏当天 让阿斌没想到的是 丈夫一直修书 将自己修了 满脸厌恶 让阿斌滚回娘家 阿斌不解 丈夫问 你昨天和龙之柱孤男寡女 都在墨房里干了些什么 阿斌心里委屈极了 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丈夫发狠说 本来我已经想开了 输赢我都能接受 但现在不同了 我要杀死龙之柱 哪怕同归于尽 一场看似平局的战斗 裁判却宣布土方胜 秦泽觉得裁判误判了 身后的乡村武士靖腾说 不 裁判是对的 大野的剑看似必胜 但土方的剑 已伸入他的肩膀半寸 裁判没错 秦泽听了很是佩服 秦泽本是天沟中的佐石 但石锅进迁 理想早就变了 现在的口号是 总就幕府时代 仲朝的江湖前进 秦泽盛情邀请靖腾加入 终于轮到今天的重头戏 文之崇对战棱之柱 全场鸦雀无声 安静的能听到人的呼吸声 裁判宣布开始之后 文之崇和棱之柱先观察一阵 然后双双进入静止状态 秦泽紧张的咽口水 自言自语道 这不是鄙视 这是决斗 又过了许久 两人仍旧如此 裁判见到了时机 便宣布对战平局 恰恰这时 文之崇主动发起攻击 说时迟那时快 未见龙之柱出手 只见文之崇硬生倒地 裁判仍旧宣布平局 龙之柱不解 问裁判是不是老眼昏花 他用不合规的行诱机向我冲来 我闪开 并击正他的头部 这哪里是平局 这时众人才看向文之崇 的确已经脑袋开花 山间雾气浓重 毒辣的阳光被密林遮住 好似有千万张 看不见的猪网埋伏着令人胆寒 阿滨等待半路通知龙之柱 前面有埋伏 龙之柱坦然 我不从做过亏心事 谁要杀我 鄙视是公平的 何来恩怨 阿滨将自己被修的事情 告诉龙之柱 现在丈夫死了 自己无处可去 昨天就已经是你的人了 带我走吧 龙之柱推开阿滨 静子走向埋伏 龙之柱问心无愧 面对前来找茬的三四十人 手起刀落 干脆急了 1862年 板下门外之变 自两年前的那场鄙视之后 龙之柱便带着阿滨离开甲州 化名 齐天龙太郎在江湖生活 龙之柱跟着秦泽做杀手 要杀的人 正义不正义 该不该杀 龙之柱从不管 只问要杀谁 秦泽告诉龙之柱 板下门外之变的幸存者 小岛和大乔 大乔是个学者 好对付 小岛是野川家最出色的剑客 要杀他不容易 听到最出色的剑客 龙之柱眼神亮起来 秦泽走后 阿滨开始抱怨 你总是找一些收入少的工作 要是世道好一点 你已经拥有一个大型剑道馆 我们早就过上好生活了 龙之柱假装听不见 低头喝自己的酒 阿滨的抱怨无休无止 见龙之柱不搭理自己 便又抱起孩子来 一口一个不幸 还为文之柱烧香以表歉意 孩子睡下后 阿滨继续对龙之柱抱怨 要不是你 我现在还和文之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不会带着一颗沉正的心 生活在痛苦中 龙之柱苦笑 女人果然都是自私的动物 这都是你的错 是你害死文之柱的 然后还给我带来了毁灭 一个叫阿滨的女人 引发了一场暴力的鄙视 对战的两个男人 剑端都散发着爱的抱负 一切的一切都始于一个叫阿滨的女人 不 一个魔鬼 阿滨发了疯一样 拿起龙之柱的剑要自杀 还要带着孩子一起死 龙之柱夺过剑 冷冰冰地说 要死要活随便你 一日龙之柱路过建好岛田虎之柱的剑导馆 自称吉田是个没经验的剑客 提出鄙视请求 岛田答应 但是按照规矩 要先和自己的徒弟鄙视 入乡随俗 龙之柱也只好答应 龙之柱提出 要和刚才赢了的人比 岛田指着右边的助理导师说 他对你的剑道感兴趣 龙之柱不带任何护具 助理导师奉陪 两人的对战开始 龙之柱依旧给出破绽 引诱对手 助理导师观察一阵 主动出手 没想到自己刚出手 便被师父喊停 判定自己输了 助理导师不服 请求再试一次 岛田淡淡地说 已经够了 既然赢了徒弟 接下来 理所应当是师父上场 没想到岛田拒绝了 还说自己不擅长见岛 龙之柱见岛田是这般模样 轻蔑地笑着离开了 助理导师苦苦思索 到底用什么招式 才能打败他呢 想着想着 天已经下起雨来 阿松看到 马让助理导师进来避雨 助理导师婉言谢绝 在门口避雨即可 并自保家门 与金木兵马 岛田师父的学生 花道馆馆主警告阿松 你要去服侍主公了 服侍好主公 你就有荣华富贵 可别在外面认识什么野男人 我照顾你两年可不是 馆主还没说完 庸人送了一个礼物给馆主 是骑兵卫来的 骑兵卫没有孩子 那日在大菩萨里见阿松可怜 便给收养下来 就当是自己的孩子 可自己职业特殊 咒服夜出的 不好留在自己身边 只好花钱送到花道馆来 馆主要把自己送去 神为主公那里 可阿松不想去 骑兵卫安慰 花道馆只有女人 神为主公那里有年轻的武士 你长大了 终归要嫁人的 可以去 总比待在这里好 听骑兵卫这么一说 阿松才算放下心来 秦泽跟踪大桥和小岛有一些日子了 一日晚上 大雨 龙之柱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 等着小岛 船家三番五次催促 今日大雨 自己要早点收工 没有人上船的话就开走了 龙之柱听罢 决定到船上等 龙之柱前脚刚上船 大桥和小岛也来到桥边 秦泽先下手为强 砍死了大桥 龙之柱跟小岛客气一番 夸奖对方的剑术 然后一刀砍死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从淤泥躲过雨的屋檐 兵马路过花道馆 总要停留一阵 盼望着能再见到阿松 管主的老相好看到 还以为是可疑的家伙 管主说 唉可怜的年轻人 他还不知道阿松已经去了神威主公那里 秦泽所在的新潮组满腔热血 怀着拯救幕府时代的理想 游走奋斗 没想到神威主公是个得过且过的家伙 对幕府的鸡皮肌肉毫不关心 和秦泽提出的想法比 神威主公还是更喜欢喝酒唱歌 逍遥快活 新潮组离开的时候 龙之柱听到熟悉的歌声 让其他人先走 自己有点事要处理 龙之柱寻着声音走去 果不其然 是庸人羽巴 羽巴告诉龙之柱 主人死了 临死前还把兵马叫到跟前 拜托兵马一定要亲手杀死龙之柱 为了保护兵马 主人让兵马离开之前的剑道馆 还亲自写信给建好岛田 推荐兵马跟岛田修炼 龙之柱听完告诉羽巴 替我转告兵马 他的敌人就住在十八岗后面 随时奉陪 阿松陪伴在神威主公身边 每天除了惊吓还是惊吓 老家伙脑子不正常 让阿松假装是竹子 他拿着刀劈竹子玩 一层一层劈开阿松的衣服 阿松吓得满屋子跑 正在神威主公要劈开阿松腰带的时候 一个黑影进来 抢了东西便走 羽巴按照少主的意思到岛田的剑道馆 传达了龙之柱的意愿 兵马很诧异 原来那日和自己交手的武士便是龙之柱 是个偶遇 两人都不认识对方 兵马苦思多日 要想击败他的剑士 只有一招 就是咸月姬 岛田嘱咐兵马 马上回去收拾行李 到这里闭关修炼 否则你完全没有胜率 咸月姬只是个招式 你的剑道需要你自己去找 没有任何人能教你 阿松离开神威主公家 又回到花道馆 但七兵卫前来寻 却没见人 佣人眼皮半搭着 不敢指示七兵卫 花道馆馆主抱怨 阿松离家出走了 一句话都没说 真是讨厌 七兵卫问了几句 馆主一发不高兴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里 早就把他带回来了 学业 花道馆馆主和老乡好 在屋里喝酒挑行 好不快活 七兵卫不请自来 还穿了全身黑的丧服 依旧身为阿松的下落 馆主不见棺材不落泪 直到七兵卫的刀架在脖子上 才说说真话 阿松被卖到京都导园了 七兵卫发了疯一样 扒光馆主的衣服 清朝组准备去京都了 但离开之前 还需要处理一个人 青川 探子来报 会有两顶轿子同时离开 青川做第二顶 第一顶是日本第一的武士高桥 静同建议 跟踪青川 直到他们分开 不要主动去惹高桥 土方带队一路跟踪 一直跟到野山才动手 没想到轿子里的人不是青川 而是建好岛田虎之柱 土方知道找错人之后 非但没有道歉撤退 还一拥而上 要处理到岛田 岛田不得已动手 面对一群极优秀武士 像砍白菜一样轻松 农之柱看呆了 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土方一心求死 岛田却没杀 愚蠢 愚蠢至极 躺在这里的都是剑法极好的人 现在却像狗一样死了 岛田起身 自言自语说 剑就是灵魂 细查灵魂去认识剑 是邪恶的心便是邪恶的剑 龙之柱一字一句听到心里 眼前大雪飘飞 心中信念 摇摇欲坠 清朝族即将动身离开 岛田告诉兵马 龙之柱要是去了京都 再想找就麻烦了 虽然你现在还不够强 但他对自己的剑道失去信心了 凭借贤佑基你有胜算 今天就下战术 明早六点 岛田嘱咐兵马 记住 这是生死决斗 谁都可能会死 和从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 这次回到家 龙之柱目光空洞 像丢了魂一样 听说龙之柱要去京都 阿兵情绪失控 不带我是吗 打算抛弃我是吗 果然 你就是这样的 行啊 那我自己走 说着阿兵去收拾衣服 龙之柱插好剑告诉阿兵 即将离别了 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送给你一句话吧 明早六点 我会杀死兵马 阿兵看到挑战术大吃一惊 他们家两兄弟 都会死在我的剑下 包括岛田虎之柱 兵马睡不着 早早爬起来练习 岛田嘱咐 不要想着赢 或者豁命 准备去赴死 走上一切 或许你有点机会 龙之柱做了噩梦 身体抽搐着 极度痛苦 每每想到自己的人生 是因为龙之柱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阿兵就怒上心来 趁着夜色 阿兵拿出匕首 准备偷偷杀死龙之柱 没想到龙之柱睡着还有防备 脑袖 脑袖冲动的龙之柱追出去 那一死 是要大开杀戒的 精神极度疲惫的阿兵放弃挣扎 杀了我吧 求你了 杀了我 这样你就会死在兵马的手里 一抱还一抱 不是不抱 事后未到 龙之柱慢慢走上前 了了阿兵的心愿 一如当年 了了阿宋爷爷的心愿 1863年春 新选祖成立 京都岛圆花街 齐兵卫和兵马同时看到了阿松 得知阿松的心意是留下来做异计 齐兵卫叹了口气 既然你决定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在大阪做生意 距离你很近 齐兵卫话未说完 用人来抱 说一位年轻的武士想见阿松 齐兵卫疑惑 你认识年轻武士吗 阿松也疑惑 不认识啊 兵马走进来 刚要介绍自己 阿松笑语盈盈 啊 是你啊 宇金木兵马 岛田剑道馆的 并向兵马介绍齐兵卫 这人相当于我的父亲 请不要拘谨 说到这一趟来京都要办的事 兵马显得忧愁 阿松见证盲说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请尽管说 齐兵卫也说 年轻人不要拘谨 但说无妨 听到兵马说的名字 阿松立刻记在心里 吉田龙太郎 原名龙之柱 来自泽景 听兵马说的越多 齐兵卫越发觉得 这个龙之柱是个坏蛋 不是一般的坏蛋 是一个来自地狱的人 阿松问了消息 拆庸人出来传话 有个叫吉田的客人 正在参加聚会 聚会才刚开始 起码十点才能结束 兵马决定等龙之柱出来 悄悄跟踪到没人的地方再动手 齐兵卫却不这么看 他不是普通人 无论是跟踪还是对战 都相当难 趁他出门的一瞬间了结他 是最好的选择 新选组的聚会热闹极了 武士们喝酒吃肉发牢骚 女孩们倒酒陪笑讲故事 秦泽告诉阿松 女孩 你的正式任期是多久 我秦泽是新选组的首领 能把你熟出来 让你成为女人 好吗 阿松未回答 秦泽知确让阿松走开 土方早对龙之柱不满 他独来独往 不和兄弟们住在一起 这给管理上造成很大的不便 秦泽袒呼 集田不爱受束缚 不用担心交给我好了 七兵卫和兵马在门口董龙之柱 和兵马的紧张不同 七兵卫显得很放松 告诉兵马 阿松无依无靠 唯一的祖父还被杀害了 你处理掉几天之后 能不能娶阿松 兵马说 这都是后话 对战生死难说 七兵卫掏出枪来 笑笑 不要紧张 我说你赢就是你赢 说他不赢他就不赢 不服不行 那是胆怯的行为 我要重大光明的决斗 兵马历生道 秦泽拜托龙之柱处理掉劲童 那个香巴佬和自己不是一条心 不处理掉迟早出问题 同时 劲童和土方也在商量着 处理掉秦泽和集田 并约定好聚会结束便动手 秦泽深知龙之柱的心事 告诉龙之柱 处理掉劲童 你会得到一个大大的奖赏 兵马的人头 他在京都四处打探你 我们的人会处理掉他 说着秦泽站起身来 一边说赏赐镜头的女人给龙之柱 一边走向另一个房间 掀开帘子 阿松正在偷听 龙之柱见秦泽抓住阿松不依不饶的样子 告诉秦泽 交给我爸 你去忙 我答应你说的事 龙之柱虽说要杀阿松 但并未真的动手 而是让阿松待在这里 直到自己离开 聪慧的阿松懂了一阵 借口说房间有鬼 还说这间屋子 从中有个异计自杀过 阴气正得很 龙之柱笑笑 死人不可怕 活人才可怕 就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 阿松吓得跑到龙之柱身边 龙之柱闭上眼说 我也听到了 是山峰 从峡谷深处升起来 吹拂着绿色的嫩叶 你寂寞看到的只是无尽的山脉 连着天边的云 阿松听完说 我也看到过 在大菩萨岭 龙之柱来了精神 你一个京都女孩 为什么会去那里 阿松说 两年前的五月 我和祖父去朝拜 龙之柱掀翻桌子 忽然发起风来 脸上忽明忽暗 一半是光亮 一半是阴影 过往杀过的每个人 都在房间出现 伴随着刺耳的声音 龙之柱崩溃极了 对着帘子乱砍一阵 死人的声音声不绝于耳 但画面依旧不断出现 杀不死砍不完 不知砍了多久 新玄族的人出现 将龙之柱团团围住 龙之柱从颠狂中惊醒 进入理智之下的癫狂 捂住伤口 四处找静童 他答应过秦泽要杀静童 自己绝不会实验 此时和秦人 还在温柔相缠绵的秦泽 已被静童处理掉 龙之柱独自一人 对战新玄族 不知砍了多少人 砍到眼睛都中不开了 还未杀光 蹦摸着龙之柱 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挥舞着剑 对着空气乱砍 在此 龙之柱的生命 戛然而止 龙之柱的剑道 戛然而止 尾巴 通篇都在说龙之柱是恶人 恶在哪里 恶在冷 恶在简单 恶在直接 恶在没有人情味 气揪起来 这人情味说到底是复杂的 和善恶并无直接关系 就是论师的话 龙之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纯粹的人 是个天真的人 是个有道德的人 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总结成一句话 是个说话算话的人 龙之柱有多说话算话 闲路的老者对着菩萨许愿 希望自己的死换来孙女的福气 龙之柱正好路过看到 日行一善马 替老者圆了心愿 可老者将死之时 却满脸不情愿 自己刚说的话 又想反悔不成 女人请求龙之柱放丈夫一马 龙之柱说 我的剑道 就相当于女人的真操 你愿意放弃真操吗 你要是愿意 我就愿意 女人愿意 龙之柱自然履行诺言 比武时并未出手 但女人的丈夫出手了 还用了杀招 龙之柱不得不自卫 杀人是杀人了 但实属无奈 离开比武厂又杀人了 杀了一地 但这也是自卫啊 着实无奈 其后跟着秦泽出任务 从未施约 即便是到了最后 自己性命难保了 还不忘和秦泽的约定 到处找镜头 龙之柱简直就是 一诺千金的典范 但身处淤泥之中 如何能不染呢 不知柱早就看出 他的纯粹和直接 当龙之柱提出比武之时 不知柱拒绝了 姜还是老子了 武之柱血液杀鸡救猴 共是抛出一番精彩的邪恶论 这无疑从根本上 动摇了龙之柱的信念 人已不人 道义不当 你有病没病不重要 周围的人 说你有病没病才重要 说你有病就有病 没病也有病 说你没病就没病 有病也没病 红批不服不行 只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病 其下工程 龙之柱 笔之虎之柱 还是疏读的少了 说在美文化上 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度点尼采 遇到老年人拿着棒子 呵斥你的时候 一把抢过他的棒子 给他当头一棒 去尼亚的 千万别去细想他的话 你放心 他骗人骗得多了 经验丰富着呢 你只要听 立马就怂了 我们总说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既然是一般人通常都有的感情 谁没有 谁就不是人 我骂蛋黄赫 你 你不是人 你吃喝嫖赌 欠下了3.5个亿 带着小姨子跑了 我们没有没有办法 只能拿着钱包抵工资 你看 骂黄赫不是人 就是因为他没有人之常情 一般人通常认为 干活就会发工资 他不这么认为 所以他不是人 父亲都这么恳求了 龙之柱不近人情 不给父亲面子 对手妻子都这么恳求了 龙之柱不近人情 不给面子 虽说见到如同女人的争吵 但对手妻子真同意了 你也不该同意啊 这像什么样子 不是君子所为 不近人情 完全不近人情 老者虽求一死 去为孙女换福气 但这就是一句话而已 真想死 老者不会自己跳牙吗 龙之柱真心了 完全不近人情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茶则无土 龙之柱太纯粹了 他没有朋友 没有同伴 他是孤立的 他怎么样不重要 他一直待在大多数人的另一边 就是错 就是恶 就是神经病 古之成大事者 也别成大事了 成什么事一个人都是不行的 都要一群人 一伙人 一个人再怎么厉害也是徒劳 只有团伙作案 才能搞一票大的 历朝历代 厉害的大盗大匪 唯有我们所熟知 为什么 因为被抓到了 团伙作案的就厉害了 他们轮着翻的抓这些大盗大匪 名正言顺 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们其实差不多 至于传说中的江湖大侠 那就更别谈了 都消失了 什么西门吹雪 东门吹灭 不是冻死了 就是饿死了 要么就是大街上遇到 两句话没说 就打起来同归于尽了 想要说明自己是对的 是善的 起码你放了嘴 要多过对方才是 否则 不怕嘴快 就怕命短